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不落狮子头 我保证让今年的新剧快决比赛办到有两千座位的大甲堂里去 我将致力于下方工作争取延长自己设计开放的时间大十六小时 好看吗 好呢 晚上七点 你就要上自习 我不去 我约了高中同学逛舞蹈卡 推了 为什么 跟我一起上自习 行 女人是什么研究图的 你是我的研究对象 黄金之剑把你拨给了我 你就得听我了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向现任学生会主席陈锦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却硬要靠努力 上任一年来 校访大布置改革 进行了学生会的部门改制 人送外号 铁娘子 我今天来是有一个私人的委托 我需要做一个决定 我自己的这一票 应该投给谁 我明白大家的疑问 在过去一年里 耿汉和爱河分别是学生会学习部和文艺部的部长 他们配合我做了很多工作 能力都很强 但是执行者和领袖需要的组织是不同的 这是因为我跟他们在工作上的关系太密切 一定会导致认识上的片面 城景书的这两位竞选者 就是每天在食堂里滚平播出的那两人 耿汉 城市环境学院一二级 致力于在自习室安装空调 他的主题菜是丁正小鲜肉 爱河中文系一二级致力于丰富同学客余生活 将歌手赛免费票增加到一万张 他的主题菜是歌手免费汤 你是想让我们暗中调查他们 为了在选举中对我自己的这一票负责 我想了解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表现 其他方面 指的是他们的兴趣爱好 带人接吾 情绪波动 作为交换 你们社团人数不足的问题 在今年的社团考核上 你们就放心吧 这案子我们接了 帮你帮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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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的话晚上六点钟之后再打给我 学生会改革的事还有一堆呢 任期内不一定能做完 走了啊 我能帮送一下 抽一下 看谁跟谁一组 从明天开始 我们要对这两位候选人 进行全方位的跟踪调查 查什么 有什么查什么 身高体重 星座血型 跟什么人见面 怎么安排时间 吃几顿饭 上几次厕所 上厕所也跟啊 我抽的是爱河 我抽的也是爱河 爱河妹子 我来了 干什么 干什么 我跟姜老下一次吧 跟我们这样走 我是爱河呀 站着 接下来的一周里 事务所两两一组 开始了跟踪活动 别紧张 没人看 别紧张 没人看 一个作为一本书 跟其他人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吧 在过去一个小时里 他发微信十九次 接待来访同学四个 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做学生会主席呢 值得欠了凡事主动 以身作则甚至名品 日称乐观兼任国杠 有同理心之人善 别看我了 你的书让这么紧的 吓死我了 你不是和社长盯着爱河呢吗 盯了一晚上了 无聊死 出来拖拖劲 爱河也在这儿 嗯 这两天的作息行迹社交菜谱 情况就是这样 哦对了 这两天里两个人从未碰面 但是除了专业课 各部门的会议 还有睡觉以外 他们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时间里 活动空间都是高度重合的 准确地说距离不超过一百米 哦 这两天里两个人从未碰面 我们推测有如下几种可能性 一 耿瀚跟着爱河 二 爱河跟着耿瀚 三 他们两个人之间有某种默契 四 纯属巧合 最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 几乎是百分之零点七三 可以忽略不及 这能说明什么 介于大部分的情况下 耿瀚抵达的时间较晚 我们最开始推测是耿瀚在跟着爱河 直到我们发现了这个 爱河的图书馆借约记录 在过去半年内 爱河一共借约了57本有关一程 城市规划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 但他并未选求相关课程 此前也从未显示 他对城市建设任何特殊兴趣 所以我们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半年之前耿瀚认识了爱河 说白了呢 就是他们俩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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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笑 这什么 他俩在谈恋爱啊 这毕竟只是总推测 现在下结论恐怕还上前仓促吧 我们当然会跟进 但是我好奇的是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你的选票给谁 我的决定 取决于你们最后给我的结果 目前 自习室的开放时间 是早八点到晚九点 我正在积极与校方进行沟通 将自习室的开放时间 早晚各延长一到两个校 下个问题该举手了 你一举 我 我可是女生 怎么好问这种问题 你要跟我高兴别歧视 那猜拳 不 何晓冬 你是醒来的 现在开始开会 这次活动呢 非常的重要 所有人都要重视起来 同学 我好像没怎么见过你 我叫安妮 第一次参加礼会 这高兴 别考虑不认识你 你是哪个组的 宣传组的 大力给李拜 就换到 外联组了 我想问耿汉同学 你对另外一位候选人 爱河同学 有什么样的想法 咱们文艺部长 跟学生会的人 听说有点暧昧啊 听听 真的假的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爱河同学 在工作上充满激情 他关于增加 学校各大文艺活动 免费票额度的提议 未免有些不切实际 说吧 都是姐妹 没事 说 不好意思 我来吃了 我想问耿汉同学 你有喜欢的女生吗 姐 龚德西啊 你干嘛来了 你怎么长头发了 你不是个男人吗 你怎么了 你干什么呀 我一部美女都来看看 被你脚黄了 你这 受不了 什么进展都没有对吗 我出个主意吧 于是 在城景的建议下 社长制定了第二次行动作战计划 计划全称 周一十点小数零件 简称周一件 还有耳机面 都会实验室的秃载坏 不过我准备了这个 走 走 有人来了 他们说的什么呀 稍等 你过去逼一逼 你快去 又怕我 你快 说好不见面 我以为是你改变的想法 才叫我过来的 既然没事呢 再见 等等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思考 结论是 我还喜欢你 躲来躲去太痛苦了 我永远和你 开心自在地 度过毕业前的一年 也不愿意 独自顶着主心里 要去留学 哭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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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了 欢迎大家参与 学生会竞选辩论第二场 有请今年的两位主席候选人 学生会竞选第二轮 是定胜负的最后一关 通常这一时期 学校饭卡的处置量 会达到峰值 某些同学会给某些同学冲饭卡 至于是贿赂还是什么的 你懂的 亚里士多德说 人是政治的动物 高校学生会 换届选举的竞争激烈程度 不亚于县级干部的竞争上岗 竞选开始了 然而 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 耿汉爱河竟然在第二轮竞选中 忽然转而支持对方 反对 自习室东暖夏凉 不安装空调也可以 解决同学们的课议生活 才是当务之急 我完全在讨论爱河同学之前问题 他俩怎么反过来 对啊 真是没想到 请大家支持爱河同学 给他投票 给他投票 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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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起来 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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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是重新在一起了吗 面对他们的突然在一起 连优书都说 这在批大八卦史上 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你俩是在交往的吗 还打不通啊 关机了 难怪呢 你看啊 他现在肯定忙死了 校学生会主席候选人双双退出竞选 百年一遇 上学校BBS 梗汉和爱河接受校采访的时候说 他们虽然被曝出是情侣 但是并没有商量双双退出竞选 梗汉说他退出是为了希望能够让更有热情的爱河当选 而爱河却说他希望能够让更有魄力的梗汉当选 唉 你说两个人留一个都好 肥水不留万人田嘛 对不对 太奇美了 这不就是现实版的麦奇的礼物嘛 我虽然促成了一对有情人 却搞砸了整个委托 两位候选人竞选期间产生恋情 一同退出选举 这个突发状况 让学生会和陈景手忙脚乱 最终陈景只能连任主席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在这额外多出的一年任期里 我将把同学们和老师的厚望放在心上 继续敦促学生会履行沟通学校 与同学的责任 并逐步推进学生会制度改革 有事的话晚上六点钟之后才打给我 学生会改革的事还有一堆呢 任期内不一定能做完 学生会招心地干事 没我不行 我需要做一个决定 让他们俩见一面 就什么都知道了 这次委托虽然这么收场 但我还是很感谢你们的 我问 你点头或者摇头就行 气氛怪怪的 你早就知道耿汉和艾鹅相互喜欢 两个人跟你一起工作的时间不短 你对他们的性格了如指掌 所以你计划 利用我们罗曼蒂克的情怀 让他们走到一起 你很清楚 如果两个人走到一起 那一定会争着为对方牺牲 你对学生会的运作更是清楚 所以你知道 如果出现了两个人 争着为对方退出竞选的情况 那唯一的解决方法 就是上一届主席连任 你成为今年最大的赢家 果然是黄金枝 是的 你是怎么发现的 你当我们事务所的人 都是江小夏那样的小丸子吗 是的话 我不会对你这么坦诚 说实话 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猜到 你要跟我说什么了 那你还来 我就是好奇 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从你的QQ空间上 发现了蛛丝马迹 找到了你不为人知的 QQ小号 李夏末 夏末 Underwood 纸牌屋里的阴谋家案 平时和蔼可亲 这只是你的表面 而这个李夏末 才是真实 我佩服你 不是我一个人 我们事务所 我们是一起的 好吧 接下来 你要我做什么 别害怕 我不会做什么的 那你叫我来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并不懂政治 我们事务所的人都不懂 也不想懂 我并不是为了自己 学生会的官僚做派 和腐败其心沿袭已久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一个大学学生会 工作制度和选举制度 一堆潜规则 我一直在宠坏一场 全面的改革 如果我此时卸任 那改革一定会失败 所以我需要时间 一句话 我这么做 就是为了以后 不再出现 像我这样的李夏目 我羡慕你们 但有人要去做 这样的李夏目 不管是校园内 还是校园外 我等着看 你的改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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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久以后我们听说城景成为了当地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团委书记 我父母想给我在北京买套房总额200万 可是我男朋友说他想出30万 但是房本上必须要写上他的名字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位女同学 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很借 可是听到你男朋友的事之后 我不这么认为 可是他毕竟出了钱呀 那我出500元 你把我的名字写进房本里行吗 但是我们感情真的很好 够了 你一毕业就有一座大房子 以你这样的条件 相信你 会有很多优秀的男人会愿意跟你在一起 比如 我 同学 我好像没怎么见过你 啊 啊 干嘛 啊 功德香 干啥吧呀你 干嘛 干嘛 没这么拍你 功德香 好我等 哎呀 呵哈哈 啊你呀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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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又笑 打起来啦 嘖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